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导演才是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就像影红海天一向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每天笑我跌跌撞着害怕这盘纳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难道这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是你呀 为情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说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是爱情啊 让我对你意见有种情 是爱情呀 就连死人也解释不清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深深的爱上你 搞不懂的真心 是爱情 看他比自己的命还不重要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还是在意您的 怎么样 我的眼眸还不错吧 是 您的眼光一向独到 看什么呢 鬼鬼祟祟的 他在这里 在这儿又怎样 温经理 请注意你的身份 这么明目张单的 你去哪儿 我们两位一直在一起 不行 这样我不能很不安的 你不跟我坐在一起 我才会不安 走 好 我会 老男人呢 老男人老男人 不是说他会在这儿吗 各位领导 在座的所有嘉宾 评委们 大家好 受主办方有关部门的委托 本次咱们拍卖大会 由我们续胜集团全权带领 当然 为了保证结果的公平和公正呢 我们也请到了监督代表 对我们本次拍卖 进行了全程的依法监督 请允许我宣布 拍卖大会 现在正式开始 本次二期土地起拍价为 人民币三亿元整 每次加价金额为三千万元 现在开始竞价 远洋方产给出了三亿三千万 加息集团给出了三亿六千万 三亿九千万 四亿两千万 四亿五千万 加息集团继续加价 我们的价格加到了四亿五千万 现场还有朋友要加价吗 嗯 他的出嫁以及方案 已经基本摸清楚了 只要顺利把这块地拿下来 我相信爷爷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爷爷对我有改观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爱情 我得进去了 里面已经开始了 切记 你不要欣赏 放心吧 我心里清楚 现在呢 我们的竞价是越来越激烈了 接下来 还有人要竞价吗 哎 你怎么不举牌啊 不紧 五亿八千万 我去 举生集团出了五亿八千万 现场还有比镇更高的价格吗 不过我看大老板 他们出什么 前面都是 这小虾 这都够我吃一辈子五万八了 这 这地这么便宜 能赚钱吗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朋友 五亿八千万一次 天一集团六个亿 天一集团给出了六个亿的价格 现场还有人要出价吗 还可以说是天价吗 八亿 八个亿 温氏集团果然是非常地有实力 将我们的价格较到了八亿 还有比八亿更多的吗 你能赚钱比不了啊 出出手拿起了 这都花个厉害 这都花个厉害 这么高的价格 这下一集团没有干什么呢 这不是 这在里面 你出这么多 应该没人跟你抢吧 这块地 只有温氏拿下来开发 他才能值这个价 一般人 受不起 八个亿 一次 八个亿 两次 八个亿 九个亿 什么 九亿 这哪一家公司 好久不见啊 温总 谁呀 我代表天一集团出价九个亿 请问这位女士是 这位女士是天一集团新任总裁 叶芷余女士 怪不得 现在天一集团给出了九个亿的价格 请问现场还有比九亿更多的吗 请问温氏集团您要加价吗 九亿一次 九亿两次 九亿三次 全交 恭喜天一集团 老板怎么样 成功了吗 什么情况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呀 叶小姐 好久不见 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初恋回来的 怎么 这笔买卖这么快就放弃了 走走走 我们先去宴会厅 宴会厅 没事没事 老板很快就回来了 走 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挺好 所以 你就是回来出任天一集团总裁的 我说是为了你 你信吗 为了我 你当年就不应该出国 我知道当年选择离开 的确是伤害了你 现在回来弥补也不晚 叶总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就算我当年没选择离开 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回在一起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相爱就能拉近的 所以我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能成为一个和你并肩的人 现在 可以考虑我们的未来了 你也不想看 对 我们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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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做的事 不如你 自己去做的事 也不过 你不想定 你了 你不想定 至于是温经理的初恋啊 至于吗 我又不会说出去 再说了 我只是温经理的一个小助理 这么敏感干吗 晚上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你跟温经理说一声 你 你怎么我不好交代啊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知道啊 可你并不爱她 那也跟你没有关系 月月呢 走了 好像 因为你初恋这件事 她有点不开心 潘老板 叶子鱼不是在国外吗 怎么会突然回国了 煮熟的鸭子都让你给弄废了 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就连二期的地 也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 你说你让我怎么向董事会交代 是我的疏忽 我以为我的估价已经是最高的了 没想到 对方愿意多出一个亿来整这块地 难道你就不去调查一下 好端端的就冒出这么一个小的公司 还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叫 这背后的人 她到底是谁啊 这个公司的投资资金都是来自海外 现在正在调查 目前查到的CEO是 叶芷瑜 叶芷瑜 就是那个出国的小女孩 是的 那不刚好吗 现在如果你找她去聊 这事情 有可能还会有转机 你现在跟她商量一下 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拿开发权 爷爷 当初送她出国的是您 您现在让我为了一块地 去跟她打感情牌 就是由于是我送她出的国 她才要感谢咱们问家 可是爷爷 总之啊 这件事情是你造成的 所以你要尽全力 把这损失给我降到最低 你不去约她 那就我去 明天我约她谈判 你不去 我到底在想什么 初恋就初恋呗 关我什么傻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是有夫之妇 我在温家一天 我就是温家人 我一定要恪舍妇的 没错 像我这么有责任心的人 一定是因为拍卖失败了 而我又是特助 所以才会感到如此失落 我已经尽了全力 去发动周围所有的人们去找 之前马上就能找到 袁思雅的具体地址了 但是好像有人 故意在隐藏这一切 所有的线索全部中断 我根本没有办法继续 你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对我们 隐藏她的信息 还有可能 她就是故意藏了起来 思雅 难道一切都是 你自己做的决定 宋叔哥 麻烦你帮我继续查下去 我就不信 她能一直躲着 对方的势力很大 而且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就要停止现在的行为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你要是帮不到 那我去找别人 我就不信找不到她 小培啊 看在兄弟的份上 我发自内心地劝你一句 不要再找了 我发自内心地劝你一句话 他太好了 你不闭嘴了 我夫妻 你不闭嘴了 我夫妻 这一堆 看样子好像很难过呀 我开始想你了 某些情绪开始脆弱 才晓得曾经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深刻就越不舍 认了这结果 你的选择 好像因为你初恋这件事 她有点开心 好 我放手了你走了 可然后呢 好像是我弄丢了 可然后呢 怎么装作没来过 可然后呢 爱 别想回忆的是我 就是我 叶小姐啊 你真的愿意和我们温氏集团 一起拿下城关商业区的开发权 天一是个新公司 能和温氏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 拿到开发权的几率更高 其两家公司一起合作 温氏也能够将一期二期同步规划 利润空间也更大 那你有什么条件 说说看 这一切都没有 你死在了 你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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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你死去 我死去 你死去 你这些人 除了你出lust 你死去 你怎么大白天喝酒啊 你不会喝了一晚上吧 到底怎么了 你解释不到 你不是说他在文达上 你是故意不让我找到他 他不想喜欢 他有自己喜欢的男人 所以跑了 喜欢的男人 什么意思啊 你看 咱俩像傻子一样 苦苦找他 我们到处不是说好了 在你姐还没婚礼之前 你先帮你一起完成婚礼 我们当时说好的 是我帮他完成婚礼 我又没说要嫁到我们家来 我们已经派人在找了 你在这儿装个几天 等你姐回来之后 你就可以走了 所以说 他跟着喜欢的男人跑了 现在就真的变成 我要代替他嫁给老男人了 他正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 哪有血色关心我们的感受 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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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圆圆 又迟到啊 早上有点事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昨天我跟你做的造型啊 有没有惊艳陈上 确实很惊艳 是吧 那我先去上班了 下次有这事还找我啊 嗯 知道了 任何时 这个 这块地啊 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 你还得多操心啊 放心吧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出去 你说这种女人有什么用啊 成天留在身边 这是办公室 又不是酒店开房 您先消消气 咱们还是先聊聊 两个公司合作的事吧 温君 你先带爷爷他们去会议室 我出去等 你去哪儿啊 你给我回来 她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 我刚买菜回来 人就不在家里了 行 行李也没了 哎 慢点 哎 慢点 哎 哎 哎呀 你说这个怎么办啊 小元姐 怎么突然她就跑了呢 哎 哎 哎 等等我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请稍后再拨 你坨 再拨打一堂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但是我是一个人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告诉你 要是因为你 他出任何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那他为什么要娶我 因为跟你在一起 很开心啊 你是故意不让我杀到他 他不想结婚 他正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话 哪有心思关心我们的感受 所以说 他跟着喜欢的男人跑了 现在就真的变成 我要代替他嫁给老男人了 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是初恋回来的 要是只能把女人放在一起 你真是真是 他把他放下了 那你 也不像我 他用本来的 子洛 我来 父亲 不是主意啊 对啊 就连你家老爷子都镇不住他了 看样子不把这个女的找出来 她什么都不顾忌了 我知道了 喂 四雅 最近一段时间你要小心 最后不要再露面 不知道你妹妹做了些什么 金城那边我会想办法 好 妈 我回来了 妈 四丫头 实在日子你跑哪儿去了 我去文大师实习了 实习 我都在本市给你问好工作了 你去那破城市干吗 你打听的 不是饿了吗 就是菜鸟驿站 难不成你真想让我去送快点啊 是阿里 大公司 五险一斤全都有 人家还看着瘦呢 你 你要是愿意留下工作 我随时都能陪你过去 好啦好啦 知道啦 怎么这么烫啊 我都已经烧到三十八度六了 养了个女儿对我不闻不闻 我现在已经心如死灰 就当没胜过你这个闺女 那你要怎么才能原谅我 做梦 做梦 梦梦姐你已经原谅了我了 死也不痛 哪那么便宜你啊 那你开个条件 说什么我都能答应你 我要吃火锅 不行 你正发烧呢 不能吃那么辣的 不买是吗 你走 没你这贵 吃 吃 吃还不行吗 真的 只能吃一口啊 老板 找到了吗 高铁和机票都没有购买记录 再多过一点人 绝地三尺都要找出来 恕我直言 这恐怕有点难度 即便是整个文大士 也给我搜个十天半个月了 要不这样 你先想办法联系上他 他最好的朋友或者什么人 他肯接电话的那种 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 快把你手机进我用一下 不行 温总 温经理好 你怎么这么笨哪 放这么多料进去 多久才能吃啊 又不会少你一口吃的 你了 你了 汇漫 不 听贵宜说 你走了 我 我 对 那个破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怎么了 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辅走温经理 拿下这次拍卖 我便跟你解约 可惜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失望就失望呗 你别老拿这件事威胁我 我告诉你 以后我跟你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好啊 你跑了 那这招我要跟温经理 好好算一算 你找他算呗 关我什么事 你确定 想怕我的女人 我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让温经理 失望不如死 那我希望 你看到他下场的时候 还能像现在这么嘴硬 继续工作 嗯 换好你的嘴 怎么了 有坏人威胁你吗 揍他呀 这么多年体育白练了 打人犯法啊 阿嬷 好了 可以吃了 久违的味道 说好了 只能吃一口辣的啊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 真啰嗦 那我想再吃一口 吃这边 秋秋你再让我吃一口呢 最后一口啊 我绝对不会再退步了 王宇啊 那些不吃辣的人呢 简直是错过了人间美味啊 那个是我的拿手好菜 特别好吃啊 我还是不成了吧 怎么了 瞧不起我的手艺啊 小小姐 她可能是吃不了太辣 是啊 两个口味不一样的人 怎么能吃到一块呢 喂 笑容啊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帮我去看看温经理有没有事呗 哦 对了 你能不能再帮我拍一张照片啊 好 谢谢啊 吃这边 吃这边 温经理是谁啊 一个签奏的人 请问你找温经理吗 这个办公室的经理姓温吗 对啊 谢谢啊 什么 您让我猫中老男人打您 我这这这这不走啊 小元肯定认得住啊 我们不是投资过一家影视公司吗 你去找一个专业的演员 需要好的那种 好 对了 还要又老又丑 还真是你啊 你搞什么名堂 有什么事吗 没事儿 这位先生来找温经理 我把他带上了 我没事儿我去工作了 这是小元的闺蜜 闺蜜 我呢 哥 来得正好 怎么了 来来来 打我 打我 我让你打你就打 等会儿再跟你解释 来吧 打我 打我 你才真的 做的样子啊 别真打 我说三个说 一 二 三 我了 上次 去吧 受罐了 去吧 去吧 他呆了 这次 我去找一个 我去找一个 请开 来吧 我不是听说你失败了吗 过来看看你 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就来了 我来办点私事 我听说爷爷很生气 没事吧 我可告诉你啊 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大 不然他会更生气 你不会还因为那个女孩吧 真要绝对三尺把他找出来啊 不用 我相信他会自己回来的 好了 不说他了 对了 高 你这次回国 带多久啊 办完事 办完事就走 你还是回来吧 公司需要你 我回来干吗呀 天天听老爷子骂 你好好干 只要他高兴 咱们就过得快活 行 我看你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不说了 哥 明天去我家喝酒吧 你今天很奇怪啊 怎么着 你这内心又有愧疚感了 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是我弟弟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上给你的 别多想 除了女人 明天见 那我送你 不用了 回去吧 回去吧 你就真的不在乎我吗 你就真的不在乎我吗 怎么 你男朋友啊 瞧你心疼的样子 哎呀 妈 不是 被打的那个吧 长得还行 就是太窝囊 怎么不知道还手啊 你要是担心他 回去看看他 妈 你说是不是真有那种黑社会 就是 弄出人命都没事的 想什么呢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没看满大街的扫黑除恶吗 谁还敢说是 来来来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对着空气说 以为你在哪 空荡的房间 剩下我一个 开始下雨了 开始下雨了 某些情绪开始 催我 我才晓得 曾经拥有过 才会 我这 好 来呀 来 来 来 说 是 是 有五百亿啊 啊 有五百亿呢 你的选择 哦 可然后呢 爱 我放手了 你走了 可然后呢 爱 爱 好像是我 弄丢了 可然后呢 爱 在某种 从没来过 可然后呢 爱 眼前回忆的漩涡 只是我 我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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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